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盘棋还是火药味比较浓的 下了一个老式的 顺炮也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开局 早在明代的局用力当中就有很多的篇幅在论述 红方采用了横矩 黑方也是走出直矩 红方区域平调 黑方直接走一个七八金六 李迅是来自沈阳的选手 但是他现在加盟了江苏队 应该说实力还是可以的 据说也是经常去参加一些业余的比赛 当然他得这个大师是代表我们北京 注册在北京的时候得的 后来也是加盟了江苏队 石凤兰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 广东队的专业选手也经常做一些直播 经常上网看其他选手可能对他比较熟悉 这个G一平六就是比较传统的走法 这个G八金六应该说是老普的走法 是 现在好像常见走法都是G八金四 对 因为从起理上来讲 特别是双方都是走的这种炮局 你作为红方是有主动权的 黑棋就是先要严阵以待 先把自己阵型的掩护好 所以G八金四是正招 这个G八金六是古朴推荐的招法 他急于反攻 反而容易遭到对方的利用 所以这个招式起是一个 现在的棋里上来看是不好的一个走法 红方就可以直接冰西进一 对 如果你G八平七吃 我就马八金七跳 因为你吃马我打一枪抽菊了 一G二的话黑方肯定不满意 那你不满意呢 我以后一个是马七进六或者炮五推一 来打局或者马七进六 根据我的选择吧 不过我想如果你走冰三进一 是不是石凤兰是要走老普炮二平三 那他也是马八金七 对 然后再冰三进一这么 马七进六 这个棋也是红油 就是不知道黑方是怎么研究这个局面 也有可能呢 黑方想打一个红方 一个措手不及 对 老普翻新 但是呢 红方这个棋呢 他也没有走这个跳马或者拱骑兵 他直接点G二路了 这个就跟古普真的很像了 对 黑方马二级一 古普那个七八十三招不就是这样吗 对 机久机长一步 你打马他去跑去打你马 但这个棋呢 红方倒没这么走 他走了一个单边峰 他走去G六平八 G六平八 这个棋上来看呀 我们这些女子大师妹 对这个棋里掌握的就 还是差点火候 是吗 那这个不是很常见的走法吗 赵老师 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啊 犯了一个什么兵家大忌呢 就是这个G啊 长途奔袭 没有一个绝对的目标 他就是想封住对方的G 但是走的这个G啊 太多了 那么也就是说 兵啊用的太重了 那么这个时候黑方呢 如果这个兵吃了 黑方G一片 就非常占右了 对这个时候有一个对 但是这个兵即使没吃 它G一片也是成立的 这时候还是可以对击 现在的义礼 跟古时候真是不一样 就等于反弃一个字 那你只有吃了 吃我蹬掉你 再打 是吧 那黑方9G807 这一吃 你这个马怎么解救呢 是 它马三退一 马三退一 它其实还可以捉两 对我一捉 这边还有压马 我也可以吃回来 这个炮还可以压马 是吧 这个棋 红方 不 你马三退一 我还有一招棋 可以泡一斤六 它先打经 你补试 再浸泡一打 就把你这个马打回来了 是 直接泡一斤六也行 就是说这个棋 大家看 红方呢 就是等于 这个马无路可逃 如果马三退五 这炮五斤四太厉害了 这个炮一闷上 这个红方就不能动了 它将来还可以再补一个炮 所以这个棋 黑方呢 应该说反线 但是红方也有顽强的走法 他就得上马 直接就把他起气了 再住 炮二平三吧 炮二平三 对 这个棋 可能 红方不好 但是呢 有些求活的机会 他炮三斤四打 对 赶紧打兵 打出来 你如果非边向 他阻算进行黑方战友 红方就得强行走这个了 就是为了争这个先手 那黑方炮五斤四 对 打出去 不能抓兵一吃了 来不及了 就像平一他打边兵 你去 吃里向他上将 他下不起炮对平息是绝杀 对 红方正好有这么一招 救命到逃 你躲炮 他能吃你炮 你砍这个炮 他吃你这个炮 他就平二的话 那就 吃了 吃掉 吃了 在就平二把这个做做做 我看能不能谋和这个气 红方亏了个兵 但是呢 还有谋和的机会 因为黑方这个子力不活 所以说这一轮转化过来呢 可以说红方这个旗呢 先手全部丧失 对 只有求和的机会 主要我们意识到这个黑方可以强行弃子 对 所以说红方啊 这种老式这个打法呢 有一点 禁不起现代异地的这个推敲了 他直接这个桌 对 但是施宝兰呢 可能也对这个旗呢 没有那么深入的研究 他就按照习惯走炮平四了 对 直接平四 这招旗呢 也可以 也不坏 当然不如居平二好 然后红方走冰九级一 这个时候红方还是应该走冰七级一 这个走正马 吃我还是跳正马 主要黑方一直没有居心一 红方这样还可以 然后吃 然后他冰九级一再送 对 他又冲过来 他想这个大出居 出发了以后 马八级九八 就进八 对 开始看着旗的时候 觉得这个思路还挺合理的 觉得这个 把黑方的这个 右翼给牵制住了 尤其是 黑方的这个右翼 这个一路区该怎么出动呢 这也是个问题 对 但没想到黑方这后面的 这个中局的走法很 施宝兰呢 很激进 中局走得还是不错 他逐三级一 对 这步骑走得很巧 就是争取这个快马加鞭 那个马从三路登出来 他冰九级一吃掉 冰九级一吃 马一尖 马一尖三跳上来 鞭八推二 鞭八推二 马三进五又一跳 这个马连续跳上出来 然后他是这么打了一下鞭 对 黑方不变相 他打鞭好像也 没用 那你觉得怎么最合理呢 就主要黑方马五进六 这部棋太厉害了 所以索性就赶紧冰五进一 或者说现在打完了 能不能给交换掉 炮先打掉 对 先交换 这样还比较平稳 就是这个棋 交换掉这棋肯定 黑方也是满意的局面 这棋还不太要紧 还不至于这个 对 你炮四进五的话 可以冰五进一 对 这个棋就是说 红方呢 还有一些反击的手段 对 主要黑方这个中马的位置太好 马五进六跳进去 那红方肯定是不愿意 就是红方应该赶快 抓紧时间 把对方这个子力呢 消耗掉 对 这儿还有很多战术机会 是 他这么打了一下以后 飞边下 他可能又怕黑方炮四进五 所以他很纠结 他这又让了一线 那人不是 对 人家这个不是 这个很顺势一捕 对 这儿的红方呢 这个局我们看 一二三四五六 一共走了十来不齐 这个局走了六五 尤其是在这种顺炮的 顺炮这种的比拼速度的时候 这个局一定要不能走那么多部署 对 这要一定要注意 你就像打仗似的 你这个有好几支部队 你就总调一支部队往前线走 其他部队都在原地待命 那肯定是不行 对 他局九进一了 没有 他这时候又走了一步 不是特别好的 他飞着边向 对 这个飞边向 后来我也在思索说 他为什么要飞边向 他可能是没有意识到 黑方马五进六的眼里 他老是担心胡包 黑方马五进七 然后马七进五 他总是担心这些变化 看来这个咱们女子选手 还要经历这个大赛的历练 对 还要不断提升呢 这种理论的水平 其实李沁他应该是很优秀的 一个后起之秀吧 因为他在17年的个人赛 还获得过第五名的好成绩 也是跟我们这些 等级分前几位的棋手下 起来也是不落下风的 这盘棋我看 他可能是对这个顺炮 这种攻杀的组合 这不是特别敏感 那这时候黑方正好马五进六 跳上来 他担心胡包 对 然后这时候顺势足气进一 这个黑方的过程 他剧片交换了一下吧 没有 他是先冲 他这儿剧片盯住 对 他剧片二 对 他这时候可能是捉了一下 他冰九平八 冰九平八 然后他马九进八 这个棋呢 马七进六 黑方啊 等于这个有效的招法啊 步驶走得太多了 对 红方呢 等于走了半千 什么也没走到 他可能也是过于高估了 自己这个边路 这个 他要剧片一的话 可能黑方就马六进五 这个棋也是很难下 其实回哪儿 这个冰正好也被吃了 所以他只好吃这个冰 然后黑方正好 这时候看黑方是怎么一个 组合的一个攻势吧 这个棋简单的说呢 就是红方啊 没有子力呢 能够对黑方有威胁啊 就除了过了一个兵 这个兵是豆腐兵 不咬人 而黑方呢 六个大子啊 全线进攻 每个子都用上劲了 所以说这个棋 应该说红方已经 危机此福了 我们看最后黑方怎么迅速取胜啊 对 这个石方篮最后一段下台 还非常不错的 很紧凑 他就浸泡打掉 那他只有飞 他就再补一个炮 因为这个像呢 也量不上了 红方就扣住 他就蹬跳 对 这是 他看补个试 他有马六进七之类的 或者马五进七 补试呢也不好 因为他 你除了这样 他还能泡五瓶六 他巨四进一 这儿黑方就把他砍掉 对 赵尔也不敢吃鞠 双江崩 对 他只能鞠吃马 黑方就要你三 再把这个瓶吃了 对 这儿等于呢 黑方虽然说这个马入虎口 但是红方呢 去不掉他 相反你的子力呢 也很弱 他先补了个试 黑方又顺手前摇 因为要吃掉的话 他吃掉 他将来能退相 把你捉死 还可以苦手一下 黑方再吃相呢 也很简洁 下边要鞠江 马五进六 落实马五进六 这儿红方也只好去交换了 然后马五进七 一将 整个电锯 就吃掉 然后他泡六瓶三 打下风光 黑方不像 对 现在就变成了 黑方有多冰多像的一个器 红方干少两个像 少两个像 这个器真下不动了 加两个像还可以 对 差两个像物质 悬殊太大了 他是进的正马 马八进七 他一过鞠 跑三推二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 他进鞠 可以捉 然后他是捉马 他这个地方 走这个也行 巨大瓶七 下部就跳马 然后拆炮 炮瓶八 进炮把这个鞠打死 这个鞠 这个鞠炮 这个大家看一眼 看得更清楚 这个鞠是死的 怎么也逃不掉 那边马也来不及 黑方看到这个捉马 比较简单 他就捉马了 最后这两步棋 一捉 再回 再一捉 他一捉 他一僵 走到这儿 洪荒就不下了 因为你退鞠的话 他吃马 对 你吃马 有个炮五瓶二的一个 把你这个鞠就闪掉了 对 炮四进一的话 也是鞠二瓶四吃马 鞠四瓶三的话 我也可以炮五瓶二 你还得鞠三瓶八过来 这儿他在炮三瓶七 再保住 对 如果直接炮五瓶七 他会 炮五瓶七 直接炮五瓶七也能赢 吃打掉 打了打了 他上三个组 你也 无法解决 至少我能胜两个 所以说这个棋 最终黑方取得 迅速的胜利 好 那稍后我们还有精彩的对局 再带给您 好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看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浙江泰顺陈清廷 直红队阵浙江秀州 杭宁 浙江队呢 有两个队伍呢 进入了这个比赛 对 他们同时操歌呢 也是拼得比较厉害 那么陈清廷呢 应该说成名比较早 曾经呢 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之军会的 个人冠军 那次战胜了唐单 对 也获得过这个女子团体的冠军 举九分霸 那么浙江队呢 这个女子呢 还是显示出相当的活力 有这个世界冠军呢 北大的研究生呢 这个金海英老师呢 来担当这个女队的教练 马二进三 他是先拱了七族 先强扭七族的 九二进六 等于他们两个比较熟悉 一个老师 一个队伍 杭宁这两年也是通过这个女子联赛 也是逐步 起来的一个棋手 对 尤其是他这个刚开始出道的时候 应该是很多棋啊 都是由金海英大师在这旁边的辅导 然后现在呢 今年的女甲联赛呢 他也是发挥的比较不错 后继之秀啊 对这个师姐 选了一个老式的高气马 为什么叫高气马呢 就是这个马 走了一步以后 然后再起啊 他没有走平方队居的常见招法 对 洪峰走了一个马 八进七 平方这时候直接就三三进五 对 这个棋啊 就说的确实也是 值得大家呢 去探索的一种打法 老普 我们那个小时候学棋的时候 经常碰到这样的棋 所以我们这些老棋手啊 对这个都是或多或少 有一些了解 然后现在的棋手呢 特别是女子选手呢 因为她没有那个精力 对 人家可能突然这么一走啊 她心里呢 没有过多的准备 没有准备呢 这个棋有时候就打乱了 嗯 他前面的走还可以 九二平三 这是一种啊 强行吃死的这个打法 嗯 另外呢 还有马金六啊 对 跳马 还有泡花瓶九 他有多种走法 嗯 马金六呢 是前日子那个 张维同先手对赵范伟 嗯 下过一篇 我们也给大家讲过 对 这几种打法呢 应该说是各有所长 黑方炮二军四 来打兵啊 红方来送三兵 嗯 这也是 黑方租金一步 比较多的一个选择 对 一个路数 这等于红方呢 通过这个得子 但是呢 黑方通过这个弃子呢 取得了这个相当的攻势 嗯 这路变化呢 也是看谁研究的深 啊 黑方 红方也要马三退五回来 红方也只能回马 嗯 黑方在炮八进漆 八进漆 对 下底炮以后啊 这里边有一些 这个暗幅的手段 嗯 网上我们跟那个 旗友有的时候 下到这个局面 就旗友就盲目的 想解决这个炮族的这个漆 对 他直接就下部就有 整三桌炮了 对 然后呢 让黑方 主要有一个巨八进八 这个 这个这一下就坏掉了 巨八进八 炮八退一打一下 他最爱巨八退一 嗯 再退一步 他下部要巨八瓶六 卡累 这个守不住了 这来不及解救了 对 他一守累啊 他都是先手 所以这个棋 红方就 轻刻之间就崩溃了 嗯 所以红方呢 必须要解这个棋 老式的还有直接走炮五平二了 就是为了蓝军 嗯 黑方可以走军一平四 嗯 他这盘棋呢 是走的冰五进一 对 他是来通过捉这个足 来自然解这个 现在你不能再走这个了 嗯 走的他就炮八退一打你一下 打你如果再退一步 他吃足了 就把冰吃掉 嗯 巨八瓶六正好 马五进三 对 他就是有这么一个 疼马的机会了 嗯 那当然你要抓紧把他打 你就得巨八退二了 巨八退二 红方再并就急 他来干扰你这个 啊 这个炮兵的这个阵地 对 好像以前也看有这么下过 嗯 那样是红方的结果要好 就是说 这个如果你直接进局 他退后打 你不能退一 退一他吃掉 嗯 你只能退下 红方再并就急 对 下不起这个 掌居呢 还是红方呢 嗯 显得主动一些 所以这个地方呢 黑方没有点局 他走炮二瓶九 这个是正确的选择 啊 对 走这呢 红方是不能去吃足的 啊 这个冰感觉很大 还是很想吃 是很大 嗯 但是呢 最主要对方这下几炮以后啊 这个下部这个炮八瓶六 这个你不好解救了 巨三瓶一跟上也跟不住 是吗 巨三瓶一跟上 你打了 他不是还有打势吗 现在这巨九斤二长起来 或者 那你这个部署又轮到黑方走了 黑方还可以炮九瓶八出来 就不让你 巨八瓶八也可以啊 嗯 巨八瓶八 你上马的巨八瓶一勾你啊 对 什么这个棋 他看不清楚 是 这个棋就是说 这个是打了比较讨厌 对 红方是很难守啊 这个棋 红方不能去忍受 这个是被打掉 这个是 这个是还比较大 对 现在还是必须要防守一下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红方必须要拦住 走炮平一 炮平一 实战呢也是这么走的 然后黑方正好就巨八金六 对 然后他走了一个 他走了一个冰流金一 冰流金一也还算可以 也不断太快 他现在炮打不行 打他巨八金一 这个呢是一个平稳的变化 嗯 就是他吃 点这个 点这个呢 如果你打这个炮 他巨八瓶六 你上来他在巨八瓶七 那他就得退居吃掉了 你要是叫呢 他巨的名次 对居 对 对居呢 就是他把攻势给你划掉 而且死呢 你是得回去了 对 双方呢基本上差不多 对 黑方也满意 因为多了一个小编族 不 叫他马五进三 有一个打居 对 可能就直接交换了 对 一吃这个就直接 对 他得先打 对 把炮给吃回来 那黑方肯定满意了 这个气 吃这个打掉 吃掉吃掉吃 再开一过 再开过去 对 那红方肯定是不愿意 这个进行 这个呢 就是能求得平稳 但是没有什么积极意 红方选了一个冰酒勤一 冰酒勤一 对 就是你冰酒勤的时候呢 它总是有一马五进三 对 而且现在平炮以后 这个下部就可以 马五进三了 对 这儿发展下去呢 应该说 红方略好一点 对 可能看谁 对这个棋研究 更深刻一些 这个棋就是形成了 黑方多两个族 红方呢 多一个子力 但是红方呢 这个温西马呢 需要做一些调整 是 这么一个比较漫长的 这个战斗 红方呢 如果走得精确了 应该是红方略好一点点 但是说离胜负 还比较遥远 是 我看实战可能红方 也没有一个 整体的一个计划性 一个方向感 所以这几步棋 很关键的时候 它出现了一些失误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它实战是走了一个 G3退1 这个呢 就是看来我们这个 女子选手 对这些老谱呢 不是很熟悉 对 可能是有一些了解 但是到底里面 藏着什么样的变化呢 可能不是那么到位 其实这几年来的 这个女甲联赛 我们这个女子棋手 尤其是在布局方面 已经有很大的 一些提高了 但是对这些老谱 或者古谱 或者一些陌生的局面 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也希望大家能够 多多关注 我们女子的女甲联赛 G3退1 他也是为了沾泪 所以他走了一个G3平4 这个G啊 就是来回来去 绕得太远 吃了一个马 也废了三四步棋 所以说走到这呢 黑方就比较满意了 对 黑方也是直接就 再过个冰 他想着我这个子力 都控制好位置了吗 对 他不能打 打了巴洛炮 不是没有跟吗 对 然后洪方这时候 也是走了一个G3退2 这个棋呢 就是由于洪方呢 这几步棋呢 不说费得太多 其中就是这个右拘啊 频繁的摆动 然后黑方呢 抓这个机会呢 就迅速反击了 走足三进一 对 其实他比九平八 也可以好像 平开这也行 足三进一呢 他是比较直观 对 他这样子也是一个 比较不错的一个想法 然后洪方是 当时他好像是 就是直接去死平衣吃兵了 对 这个概念错了 对 这个吃完这个兵以后啊 黑方这个足以拱过来啊 等于是洪方这个大子 都不好动了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洪方呢 无论如何呢 还是应该 先把这个七兵呢 解决掉 应该先吃这个兵 尽管看上去呢 也不满意 但是还是应该 先拱掉七兵 这儿效果比较好 他走居四平一 然后对方足三进一拱过来 对 他在居一平四 他还是这么一下 这个占要自己的泪 因为他可能老是 顾忌黑方居二平六 居二平六以后 他 这里边还有这么一个气 如果你不占泪 他有一个居二平六 你走 他老怕这个居八进二 对 潜在的 当然这个旗呢 黑方呢 也是很凶的 他敢不敢马五进六 那他只能这个上跑 只能跳上来了 就是说这种旗呢 他前意识里边呢 总是很担心这种走法 对 所以他这个频繁地来占居 居占类 就导致了 这个居呢 又落入一个险地 恐慌尚不接走居一平四 这儿呢 又给了黑方呢 一个绝好的进攻机会 黑方就抓着这个机会 走了个足三进一 这也是很巧的一部棋 正好居不敢吃足 对 这部棋一走啊 可以说黑方呢 一下子呢 就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了 对 刚才这个棋 双方还是一个多子 一个多足 纠结在一起 那么黑方一充足 这局势明朗了 你不能吃 吃掉以后 他马三进四 这儿是双鞠 登双鞠 红方这个棋呢 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他很无奈 就走了一炮八行九 那么黑方走的也很简单 吃马呢 他也占优 但是不如 拱居呢 能获得的物质力量呢 更多 对 那只能马七进六了 对 因为你松这个就没有用 它是白拱 这个局还是没有通路 对 马七进六 黑方就非常简洁的 把这个子力呢 追回来 这儿黑方呢 就形成了一个 多冰的优势残局 那么走到这儿 应该说 优劣一分 黑方是白白的多两个冰 红方这个炮呢 也是没有特别好的位置 白中炮 反正也没什么大用 对方 二字四跳上来 对 黑方跳这个 因为你马五进七 它就 可以换掉 比较简单的 然后这边一捉 对 瞎不又 砍你的像 那么这个棋 黑方不仅是多足 并且它的位置啊 太好了 对 所以说 走到这儿呢 可以说 红旗呢 办预定 看来红旗就布局阶段 如果你想要吃一个子 你怎么去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构思 就你刚才说的 这一块 对 就是红方呢 这个不应该走 巨森局 应该走炮花瓶酒 对 然后保留这个 马五进三的机会 就是要把这个 窝西马呢 变不利为有利 争取这个窝西马 跳出来呢 来干扰一下 黑方的这个攻势 对 现在是 这个气很危险 炮水瓶气 炮水瓶气 黑方呢 走得也很紧奏 巨八级 不让你像机器 我飞起来 只能炮一退一了 吃炮呢 黑方走了 巨八瓶四 巨八瓶四 下步准备出降 这种窝西马的 其实这个局 点的这种位置 也很厉害 有时候跟这个位置 是差不多的 是 这两个位置 都是置窝西马的 一个绝好的位置 那么走到这 红方呢 最后一步棋 走炮气去一 他就是想 你出降的时候 我有这么一僵 那么正好黑方呢 这个马也够上了 他走马二进三 就是面对 黑方这个 降我平四的 这个杀招啊 红方呢 已经是无法解救了 所以走到这呢 红方就主动人负了 因为你炮气瓶酒 他出降 出降 你炮走蹄 黑方呢 还可以马三移 好 马一 下步 下一 马一进二可以跳进去 马一进二就挡住 总之红方这个位置 还有马三进五 也很厉害 马三进五 那G四推二 G四推二 那暂时还杀不住 他还 他还可以防守 如果这个G不在这儿 有时候跳到这儿 这也挺妙的 跳这儿 这边有棋 反正总之呢 这个棋呢 黑方呢 还可以什么足以经验 就把这炮攻死 这也可以 对 总之黑方的办法太多了 所以走到这儿呢 红方就主动人负了 这黑方也是老普 老普翻新啊 主动有一个弃码的 这种棋呢 就是怕对方突然什么时候走出来 所以作为我们这种选手来讲呢 还是要不断丰富呢 自己的布局的武库 是 然后对各种这个套路吧 要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了解 这样才能更好的迎接这个实战 尤其今天是两盘 都算是一个老普的一个棋 对 也是给我们女棋手一个提示 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过程中 一定不要这种 死机硬背这种情况 对 还是要多去理解 对 去感悟这个棋 一个是知面 另外也要加强对这个局面的理解 是 那希望通过这些象甲呢 我们诸位棋友呢 也能够从中呢 得到点点第一的启发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朋友们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 再见